第一章国庆假期,回家相亲,青梅相成,遭遇了丧失,一一到家的时候,是傍晚,我拖着大行李箱推开沉重的铁门,邻居家都是漂亮的雕花铁门,我家这个是块铁板,为啥,我爹抠呗,嫌人家雕花门贵,自己拉了块铁板汉的,丑得不忍直视。 我妈做了一大桌菜,炖肘子,烧鸡,熬鱼,还蒸了一梯大包子,符合我大西北粗狂的饮食风格,西北那个铁锅,没见过的话,可以想象一下东北铁锅炖大鹅的大锅,那一大锅包子,我能吃一星期。 我刚啃完一只大包子,手机弹出一条消息。各位居民朋友,请准备好充足的食物,以应对突发事件。 下午本时出现精神病人咬人事件,大家不要恐慌。 无视尽量不要外出,群里有咬人视频。 不慎清晰,依稀可见,炸白炸白的皮肤。 手臂脖子爆出的青色血管,我靠! 这玩意跟某狐狸丧尸真相。 我爹看了一眼,啥玩意儿,这么猛。 在,丧尸,丧尸是啥? 就会咬人。 咬完人就变得跟他一样,接着在咬人。 我爹没看过丧尸片,不知道他明不明白。 不然能更直观一些。 要干啥? 对,要囤吃的。 趁着丧尸还没到村子里来,先买吃的。 我爹拉着我去了隔壁房间,堆得一麻袋一麻袋的。 有八袋玉米,五袋骨子,一袋葵花子,半袋花生。 还有三大袋白面。 两大袋大米,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豆子。 村里谁家没点粮食? 还有一叫土豆红薯胡萝卜,往常连喂猪带人吃。 我跟你妈能吃一年,咱家那大冰柜,看见没? 上回杀猪没卖了,还有半扇猪,四个猪蹄子。 一个猪头,你妈听说你回来,又买了两只鸡。 两条鱼,筐子里是给你买的零食。 有汽水薯片跳跳糖啥的,亲妈,满满两大筐。 就村里那种榆树条边的大筐。 赶上我一年零食量了,就我爹妈这团的东西。 狗哥一年半载,完全没问题。 我那大行李箱里,有两大包腊肉腊肠。 公司前阵子组织去张家界旅游,买的当地特产。 想着给他俩尝尝,还有点桂花糕花生酥啥的。 之前我爹说,钙片没有了。 还用医保卡刷了几盒钙片。 药,还要准备药品。 村里赤脚医生,住我家隔壁的隔壁。 走路过去两分钟,我拎了把菜刀,打算去买药。 我爹拦下来,别给李二叔吓着。 我跟你去,不行。 丧尸可能没到村子里来,万一碰上了。 咱俩图手斗丧尸,我爹看我非得拿个啥。 顺手拎了把他修拖垃圾的扳手,这玩意趁手。 一轮一个准儿,让我抹关好门。 跟我爹去李二叔家,买了一些常用药,感冒的。 消炎的,退烧的,点服,杀布啥的。 李二叔问我,是因为咬人那视频布,背着点好。 又给我塞了两瓶维生素。 我说你也注意安全。 关好门窗,阴着是旁晚,街上没啥人。 我跟我爹赶回家,把大铁门锁上。 我妈已经把家里存水的大缸,接满了水。 这种缸也叫瓮,原来存水用的。 现在家家户户有自来水,用的少了。 村里人? 不用了,也舍不得扔,平时扣在窗台底下。 这会儿,我妈给他翻起来, 滚进屋里,接满了水。 村里的自来水,说是自来水,跟城市的不一样。 就是山上的水,买几根管子引下来,引到各家各户。 只要山里有水,村里就不断水。 天黑了下来,四周特别安静,是那种压着的安静。 然后村里的狗瓷起笔伏地叫了起来。 我家小黑也在院子里疯狂地叫,叫声越来越凄厉。 听得人毛骨悚然,突然,狗叫声小了下来。 小黑冲回窝里,发出滴滴的乌叶。 露在外面的尾巴,不停地瑟瑟发抖。 好像有什么东西靠近了,靠得很近,闺女。 那丧尸不咬狗吧? 我爹小声问。 这…… 我也不知道。 刚望把小黑带进来了。 小黑狗养了十来年了。 有感情了,要不,我出去,把她带进来。 我爹爬在窗户边,往外瞅,外面黑咕隆咚的。 啥也瞅不见,屋里也黑咕隆咚的。 我跟我妈靠在炕上,手里一人抓了把扳手。 扳手这玩意,我家大大小小,细细长长,有好多种。 还是我爹,抠,舍不得买新拖拉机,买了台二手的。 三天两头坏,为了修她,那台破拖拉机。 什么电焊机,焊条,扳手钳子齿轮钢管啥的。 啥都有,能开个小修理铺子。 关键啥都往床底下塞,一撩床单,一堆破铜烂铁。 我妈平日里没少唠叨,不想这会儿,派上了用场。 大铁门突然哐当一下,给我吓得一哆嗦。 心脏喷喷地跳,接着,外面响起重重的撞门声。 夹杂着挠门声,我吓得眼泪一下子出来了。 画面赶一下来了。 你说我没事看什么雪翅呼啦丧尸电影,撞了好久。 也可能就一会儿,被吓得极度紧张。 时间已经判断不准了,慢慢地,声音小了下去。 我爹那丑暴了的大铁门,十分厚重,丧尸没撞动。 也没挠动,我擦了一把满脸的汗合来。 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又过了一小会儿。 门外安静了下来,我爹又小声问, 那玩意儿会爬墙步?要是不会的话,应该进不来。 可能怕光,天亮了,攻击力就低了。 那你跟你妈睡,我守着,再有动静,我喊你。 我迷迷糊糊地挨着我妈躺下。 梦见窗户上出现一颗丧尸脑袋,一看院子里。 都是密密麻麻的。 惨白着脸往窗户上挤,然后我被吓醒了,天依旧黑着。 头很痛,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梦里丧尸伸着长长的指甲。 吐着舌头留着哈喇子想咬我,丧尸爆发第一天。 我被吓得腿软,二早晨的时候,我妈做了早饭。 小米粥煮鸡蛋,三个包子,一叠子咸菜。 我爹已经喝完一碗粥,起来吃吧。 我洗了把脸,脑袋发胀,人晕晕乎乎的。 左个儿黑漆漆的,也没看见啥样。 我年轻强,咱们这儿山上有狼。 我还跟大队打过狼,一会儿吃完饭,喂喂狗。 晚上把狗放屋里,我爹抹了抹嘴,在旁边蓄倒。 院子里没有丧失进来的痕迹。 看样子,他们不会怕强,我砸了好几个啤酒瓶子。 撒在院墙根下,村里家家户户有粮食,不怕村里人,怕外人。 还没撒完,大铁门又哐当一声。 我吓得玻璃茶子撒一脚,小黑瓷溜一下钻回窝里。 老张,开门,这是咋地了? 大白天都关着门,村里最爱站大街的老王头。 这种时候还串门子,多爱扯犊子,我小心地跺跺脚。 跺掉脚上的玻璃茶子,抖着声音小声道,书。 赶紧回去锁好门,有丧尸,丧尸是个啥。 赶上狼厉害不,还没说完,就听大门外嗷一嗓子。 这,他骂的是个什么玩意? 边吵吵,边咚咚咚地跑了。 糟了,老王头动静太大。 把丧尸招来了,我爹连忙拎了把大剪刀,冲进狗窝。 把狗脖子上的皮带剪断了,狗娃子,跑。 小黑如一阵风,在我前头冲进屋里。 我边跑边回头,爹,爹啥爹,赶紧跑。 你爹年轻钱打过狼,我爹一把给我推屋里。 翻身关门上锁,一气呵成。 老王说,老王叔怕事,我爹瞅我一眼,我看没啥事。 老王头年轻钱,被狼撵得满山跑。 跑得快着呢,比你爹跑得快。 小黑在我脚下抖抖抖。 我蹲下摸摸他的毛,不怕不怕,其实,我的手也一直抖。 过了会儿,家里电话响起来。 老张,得亏我跑得快。 那是啥,脸跟死人白一样。 眼珠子凸出来。 嘴里,还发出呵呵的声音,是老王叔。 我爹回道,说是丧尸,咬人,咬完就跟他一个样了。 最近夹猫着吧,别出来了。 哎呀。 可不敢出来了,老王叔又聊了几句,挂了电话。 我爹拉了焊机出来,趁着还没停电。 往窗户上焊钢管。 之前他焊大门时,还剩了一块铁板。 直接把放粮食,那屋的窗户,给焊死了。 地窖入口也在那屋,从里面焊了两个环。 用钢管一插,比啥锁都好使。 屋里电焊滋啦滋啦。 屋外丧尸挠门滋啦滋啦。 我伴着这生意。 沉沉睡去。 三丧尸爆发第十天。 村里的丧尸多了起来,白天已经不能出屋了。 不过好在,我听到撞门声,已经不抖了。 养成了下午睡觉,晚上守夜的习惯。 老王叔每天打电话过来,闲聊三五分钟。 今儿,已经过时间了,还没打来。 我爹耐不住。 打电话过去,没通。 我爹顿了半晌。 难道。 应该是电话线被咬断了。 我们都希望是电话线被咬断了。 我妈煮了三碗面条,握了三个荷包蛋。 我突然想起来,盐,没有调料可以将就。 可是没有盐,人会死。 有,我准备腌冬菜。 买了两大袋子,我爹接过话,你妈买盐。 恨不得打死卖盐的,要是不腌菜,能吃两年。 原先,我总嫌他俩一买买一堆,现在买啥都方便。 买那么多做什么,现在被丧尸啪啪打脸。 似丧尸爆发一个月的时候,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 电时有时无,我妈说闲得心慌,包了炖饺子。 我问他,家里还有菜? 我妈自豪道,当然。 秋天地里收的圆白菜,切吧切吧。 割开水锅里烫一遍,再过一遍凉水,团成小团子。 装袋子冻冰箱里,能保存好久。 还有我妈夏天晾的西湖条,金针花。 西湖削成薄薄的细条,挂在绳子上晒干。 收起来能保存很久。 吃的时候,拿水泡一泡。 做馅或者炒着吃都好吃。 金针花,采下来上锅蒸。 蒸完晾干,也能保存很久。 冬天的时候,炖肉吃。 我小时候见过外婆做这些,没想到妈妈也会。 可是我在家里,从来没吃过这些。 我爹说,你往年才回来几天,都是买新鲜的菜吃。 这些。 我跟你妈留着冬天吃,冬天菜贵。 蒜台七八块钱一斤,我刚准备赶动一把。 我妈说,你爹就爱吃金针花炖肉,村里来收干的金针花。 二十块钱一斤。 我,明天让你妈给你炖一锅。 老乡了,村里家家户户做饭,都用炭。 冬天生炉子,也用炭。 就是现在取炭不方便了。 院子里亦有动静,外面的丧尸顽命挠门。 大门一晃一晃的,挺吓人。 幸好提前用东西顶住门,还算结实牢固。 我昨天看见邻居家院子窜进去一直丧尸。 在院子里晃荡半天,可吓人了。 炭堆在院子西南角,我妈给我装零食那两大筐。 现在运炭,原来一天运两烫,现在瞅准时候。 运一烫,放粮食那屋,已经堆了不少炭。 粮食都搬进地窖里了,再有一个来月,入冬了。 炭还能生炉子取暖,得都搬进来,出去前。 我看了看小黑,附近有丧尸的话,他会发抖。 现在虽然抖得不如原先厉害,还是能看出不一样。 尾巴夹得紧紧地,把自己全成一团。 这会儿,小黑爬在地上,下巴搁在前腿上,很安静。 我爹装探,我哥旁边放哨,一筐快装满的时候。 小黑在屋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墙上咚的一声。 跳下来个东西,踩着玻璃茶子。 摇摇晃晃朝我奔来。 爹! 我爹还在埋头装探。 下一秒,抡起旁边的棍子,把丧尸对墙上了。 我爹挺得意,就这。 然后,丧尸又爬起来了,我爹上去又一棍子,丧尸又爬起来,墙上又冒出一个。 那屈黑屈黑的大眼矿子。 准备往下蹦,丧尸竟然学会了爬墙。 墙上那个也下来了,我爹对完这个对那个。 大棒子抡得呼呼的,我在旁边抓着扳手。 万一冲过来,高低给他一扳手,我爹不淡定了。 闺女,跑吧,这玩意儿干不动。 我俩退到门口。 小黑吓得要死,抖着腿要往处冲。 被我妈一把按回去。 我跟我爹把手里东西照着丧尸脑袋一砸。 也不知砸没砸到,闪进屋里,刚关上门。 外面冬的一声,丧尸撞门上了。 幸好只进来两只。 这要进来一片,今儿怕事,就交代了。 往门上顶了张桌子,又从床底拎了两把扳手。 撞了一会儿,听得院子里叮叮当当,一会儿。 安静了下来,我爹在屋里翻,翻出把猎枪。 往里头装涂火药,上山打兔子用的,兔子没打着。 这回派上用场了,这动静太大。 得把村子里的丧尸都召咱家来。 主要兔子没打着,您这枪法不咋准。 小黑在旁边跃跃欲试,想冲出去。 我跟小黑说,那东西,你不能咬。 我爹坐地上问,这东西。 跟僵尸有啥不一样,可能分国内国外叫法。 这我也没研究过,不懂。 我爹盘着腿,给我讲了个僵尸的故事。 我太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包头开了家油房,一个人赶了架骡子车。 从家里走到包头去,来回得走两个来月。 走西口,就是那会儿来的。 一个人来来回回。 路上赶不上住店,就荒郊野外睡一宿。 难免碰见点啥。 后来,太爷爷就带了个铃铛。 听说烧带送过那么一两个,咱家不是也有个铃铛吗? 还他妈给找找,我试试。 我爹讲这个故事。 就是要用铃铛对付丧尸。 古法、金用。 中国的铃铛对国外的丧尸。 我家前些年养骡子。 有个黄铜铃铛,小时候我还见过。 我记得是因为,那骡子也不知道随谁,脾气特别臭。 动不动就撂爵子,然后我爹也粉绝。 不幸他还搞不定一个骡子,就跟骡子经常干家。 我也怕他俩干出个好歹。 就在我爹用骡子的时候,千叮宁万嘱咐。 走路别走骡子前头,让着他。 结果,我爹赶着他去地里拉庄稼,连庄稼带我爹。 一卷子全给撂下来,又干了一家。 我妈在堂屋的大木头箱子里翻了一会儿。 翻出来了,我爹接过来。 爬窗户脚脚,看院子里那俩丧尸在哪儿。 然后,轻轻摇了一下,那俩丧尸愣了一下。 然后跟惊了的兔子似的往窗户边奔。 我爹捂着铃铛,赶紧往下蹲。 这,我妈揪了团棉花,赶紧把黄铜铃铛包起来。 可不能再想了。 我爹善善的,可能摇错了。 第二章五丧尸爆发第二个月。 便依旧时有时无,看来有人在抢修。 我们没有被放弃。 村子里汽车的声音多了起来。 收音机里说,政府要在南北方各建一个安全屋。 有条件的居民可以就近去往安全屋避难。 这个收音机是去年买的,我打算给我爹买个平板。 他不稀罕,非要个收音机。 说从年轻那会儿,就喜欢个收音机。 这会儿,天线网出一拉,还能收到一个频道。 关于丧尸的最新消息,都是收音机里听来的。 那安全屋在哪? 我妈问,在A市。 别想了。 我爹那破拖拉机,出村都难,更别说去A市了。 漫步说,动静还大,突突突地直冒黑烟。 就差拿的大喇叭喊,我在这里,快来追我呀。 我们不会放弃每一个同胞。 暂时不能去往安全屋的居民朋友们。 请保护好自己,等待救援。 晚上我在炉子里烤了两个红薯,沙地红薯。 软糯香甜,递给我爹一个,我爹白手。 吃了胃酸,然后我就看见我妈落了几张馅饼。 猪油渣馅,放了点胡萝卜。 小瓶底锅往炉子上一搁,一会儿一个。 饼皮焦香酥脆,咬一口,满嘴肉香。 我爹吃的那叫一个香,我再看看自己。 早知道不吃那么多红薯了,院子里那两个丧尸。 前几天被打死了,来了一拨人,开着皮卡。 挨家挨户找粮食,他们抢到了枪,正经的枪。 从墙上跳进来,一下打死了丧尸。 然后就往屋里扫,小黑现在已经不叫了。 他好久都没有叫过了。 我们躲在原来放粮食的屋里。 这屋窗户上有块铁板,一时半会儿射不穿。 这家肯定有人,门从里面插上了。 我们只要粮食,你们把粮食交出来。 保证不伤你们性命。 这种时候,谁敢信? 前院前几天传来的喊叫声和枪声,隐约猜到。 发生了什么? 过了一小会儿,外面人看没动静。 开始砸门。 他们有工具,用不了多久,就该砸开了。 铃铛,那个黄铜铃铛,在堂屋的柜子底下。 我爬得快,我去拿。 我爹说,你没经验,我去。 怪不得说我没经验,我爹是匍匐前进的。 一只胳膊在前一条腿在后,这么专业。 我摸摸竖了个大拇指。 我爹,六遍亮剑白看的。 我爹在堂屋柜子底下摸一遍。 没有,门哐当哐当。 要被撬开了,我爬过去,摸旁边的柜子。 哎,摸到了。 把铃铛给我爹,我爹拿起来开摇。 干架的时候,一般电话摇人。 我爹打算摇波丧尸。 清脆的铃铛声特别突兀,窍门的动静顿了一下。 这是啥信号? 啥信号也没用,附近都是丧尸。 谁赶出来?抓紧撞。 然后,门口望风的人大喊,大哥,不好了。 来了一大波丧尸,靠。 这家人神妖鹿子,几个人吵吵巴火,往大门外跑。 我也不知道,我爹神妖鹿子。 他老人家能给丧尸摇来,但是送不走。 外面好一会儿噼里啪啦,夹杂着枪声。 然后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 我跟我爹妈一六吨窗台底下,小黑,缩在我妈怀里。 又过了好一会儿,腿抹了。 我爹从窗缝里往外看。 这白花花的啥东西? 丧尸血跟人血不一样。 发青色,趁着天还没黑。 我爹从床底下,抽出两块木板,抓了一把钉子。 打算修修摇摇欲坠的堂屋门。 我爹酷爱修拖垃圾。 可他是个木匠,十里八乡还算有名。 八十年代初。 给人家做门,门上镶两块玻璃,算时髦。 现在都买厂子里做好的门。 喷漆漂亮不说,还带鸭花。 我爹常感叹。 现在那焦合板,哪有我做的木门结实。 我妈! 你不说多丑。 这一两年,手工活又流行起来。 隔壁村盖了个农家乐。 让我爹做两扇旧石带门栓的大门。 我爹挥舞着一把大豹子,给门板刨得溜光水滑。 听人家夸他,老张这手艺还在。 工钱便宜了二百。 让我妈骂了一晚上二百五。 扯远了。 我爹三两下把门订好,把工具扔回床底下。 近十一月,天儿该冷了。 我明天把剩下的探岛藤进来。 我跟我妈把花盆里的花拔了,有六七盆。 种了大蒜进去。 打算把家里剩下的一捆葱也栽进去。 就算苗子葱叶子吃,能吃一段日子。 我爹蹲旁边松土,这盆倒挂金中,还是你出生那年。 从你奶奶家捡的,我摘的。 二十多年了,这盆四季海棠,从你姑家捡的。 好养活,浇浇水就行。 是好养活。 每年夏天花开的正浓的时候,您都得给剪秃了。 种完了,天已经黑了,外面现在不安全。 睡觉的时候,下地窖,地窖里头搭了几块木板。 铺了个床,我跟我妈睡床。 我爹在粮食堆上铺了张羊毛毡子,哥那上头睡。 地窖有个通风口,我爹自己刨的。 还刨断了一根凿子,驱离拐弯,十分隐蔽。 倒不是我爹故意做得这么隐蔽,他只是刨不直撂。 地窖里还撑了几根柱子。 以我半吊子土木工程学生的眼光来看。 很符合力学标准,他不聊。 我爹挺得意。 你忘了我年轻前儿下过煤矿,啊? 那会儿你还没出生,然后我爹坐在粮食堕上。 给我讲他下煤矿的故事。 我们这里煤矿多。 我爹二十来岁时,当过煤矿工人,挖的一手好煤。 那会儿大约是八十年代初,北方农村穷。 当木匠挣钱少,不好娶媳妇,工人吃香。 矿上来招工,我爹扛一麻带粮食,还能一溜小跑。 人家看我爹近大,给招去了。 我爹放下豹子当工人去了。 那会儿有没有绝境机我不知道。 反正我爹他们矿上没有,人工挖,挖一块出来。 用木板顶着,怕塌方。 塌方事故有,也有瓦斯爆炸。 那会儿条件就那样,全凭经验。 我爹干了三年。 惊人介绍认识了我妈,结婚后麻溜回家。 重操就业当木匠,我妈说, 你这是骗婚。 我本来要找工人,结果还是找了个农民。 太。 我妈每回提起来,我爹都有点英雄气短。 别说。 这地窖比我们那矿洞子舒服,能直起腰来。 我听了听外面,地下听不到啥大动静。 夜深了。 丧尸该出来活动了。 我一向睡得晚,前半夜。 我首夜,后半夜,我爹跟我妈轮着手。 通风口卸下来,若有四无的一点月光。 就像心里不灭的希望一样。 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 人民勤劳勇敢,还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 我相信,丧尸中有一日会灭绝。 六击鞋打得太足。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爹妈已经不在地窖里了。 爬上去,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我洗了把脸。 我妈在炉子上熬粥,一人盛了一碗。 又在锅边贴了几个玉米面饼子。 捞了一块上个月腌的胡萝卜,切成小块。 拌了两滴香油。 我妈之前腌了一坛子胡萝卜。 冬天腌菜,不爱坏。 往年他还腌大白菜。 我爹爱吃酸菜,会土豆丝。 今年卖白菜的菜贩子还没来,丧尸献来了。 我爹给小黑拿了块玉米面饼子。 蹲炉子边,端着碗喝粥。 这么冷? 也不知道那丧尸冻住没,还有几筐碳。 一会儿倒进来,这一冬天,得烧炉子做饭。 这种天气,上山逮兔子,雪下得厚,兔子跑不快。 我搓搓手,真冷,还是地窖里暖和。 我妈拿了个羊皮袄,穿上吧。 我看着这羊皮袄扎舌,这得我爷爷背的了吧。 我国庆回家,也没料到能住这么久。 就带了俩半袖一裙子,上大学时的衣服。 都穿不了了,天天地窖蹲着,蹲胖了。 羊皮袄就羊皮袄吧,冻不死就行。 我爹去院子里斑探,小黑跟着雪地里撒泡尿。 跑了两圈,刺溜一下钻回屋里。 我四周看看。 没有丧尸啊,难道我大西北的天太冷? 把丧尸冻住了。 小黑现在这警惕性,比我爹高多了。 我爹站在探堆上,还望了望。 爹。 爹,我小声喊他,别看了,快点呐。 我拖着一筐探往屋里去,小黑在门口前找袍地。 看起来很急躁,小黑现在跟个警报器似的。 特别准,我回头一瞅。 大门口连滚带爬进来五六个丧尸。 有一个还摔了的屁堆。 不光兔子在雪地里不好使,丧尸也不好使。 出溜打滑的,我爹拎着扳手往过跑。 他老人家看来也不好使,出溜了一跤。 哎哟。 跑着急了,我跌起了一下,没起来。 这功夫。 有几个丧尸摇摇晃晃冲着我爹去了。 我穿着羊皮大袄,抡着扳手往回跑。 哪知我爹就地往前一滚,又一滚,滚我前面去了。 谁让你跑过来的,往屋跑。 我,哎,我着急忙慌一转身,跟一丧尸脸对脸。 他咧着嘴,滋着牙,留着哈喇子。 我特么,他有口气。 我特么怕是要交代了,然后我就向后倒了。 闺女,小黑妃一般扑过来。 撞倒一个,我爹跟着扑过来,补了一扳手。 往回托我,我感觉啥东西见我一脸。 我妈拿着菜刀冲出来,他俩把我托了回去。 我爹还喊了声,狗娃子,回。 两天了。 我睁不开眼,说不了话,偏偏还有意识。 一会儿浑身火热,一会儿又浑身冰凉。 胃里翻江倒海,偏偏又冻不了。 感觉丧尸身上腐朽发臭的味道,直冲到脑子里。 第一天,我妈给我灌了绿豆水,没反应。 我爹说,要不灌点肥皂水试试。 我可谢谢你。 第二天,我爹给我喂了霍香蒸汽水,没反应。 这个味道,我想呕呕呕,可是我特么动不了。 我爹说,是不是吓着了? 要不去找他李二叔,李二叔是赤脚医生。 不是跳大神的,还他骂。 我那两本艺术书,还在不在? 当年我爹,从煤矿回来,想在村里做个赤脚医生。 买了两本医书,打算自学成才,学了三天。 觉得太难,放弃了。 你放弃了几十年的,原来就没有的医术。 要用到我身上? 在,我去连你寻却。 看来,他俩打算死马当活马医了。 这个,昏迷不醒。 恰,人中,还他妈。 你知道,人中在哪儿不? 我能想象。 我爹一双粗糙的大手,捧着医书,凑在油灯前。 一脸认真和迷茫。 书上没写吗? 我内心在呐喊。 在鼻子下面。 在鼻子下面,可惜我除了心里呐喊,什么也做不了。 我妈说。 要不试试老法,叫叫魂。 老人说人有三魂七魄。 吓着了,就是少了魂魄。 要亲人傍晚的时候给叫回来,魂魄全了。 人就好了。 这杂叫,往门口一站。 能把一村子丧尸叫来,我爹来回转了两圈。 要不,拿那黄铜铃铛试试。 不说铃铛也能招魂。 我爹捧着黄铜铃铛绕着我转了三圈。 还是没反应。 我妈开始抹眼泪,这也没咬着。 咋就这样了? 熏着了,这就是不戴口罩的后果。 你给孩子呱呱。 我爹说的呱呱,也叫呱沙。 主要功效输金通落。 我家呱沙,不用呱沙板。 用一枚康熙通宝的铜钱,外圆内方。 大概用得年头久了,边上黄铜磨得十分光滑。 背面的满纹保全二字,也磨得不甚清楚。 我爹要知道那枚铜钱的价格。 我相信。 他会麻溜地买一堆刮沙板。 我妈咬了半碗凉水。 铜钱往水里一沾,割碗边一刮,叮的一声。 然后顺着我肩胛骨刮下去,刮一下,沾一回凉水。 明明沾的凉水,又是鼠酒寒天。 我只觉后背火辣辣的,满背刮完,一片火热。 然后,我吐了出来,吐得昏天黑地。 吐完以后,那股营绕在鼻端的丧尸味道,闻不到了。 我能睁开眼睛了,我妈给我盖好被子,抹着眼泪。 他爹,管用,闺女醒了,我爹冲过来。 可算醒了,我妈给我竖了口,擦了把脸。 我两天没睡觉,只说句我要睡觉,就睡了过去。 再醒来,我妈端了一碗小米粥。 喝完再睡,我撑着胳膊坐起来。 你们说啥我都能听见,就是醒不来,难受的。 这就好了,你爹说,可能吸了湿气。 吐出来的都是黑水,我给你刮后背。 刮一下青黑一片。 太,一想到初吻,差点献给丧尸。 我特么,算了,活过来就是大幸。 七,第二场雪过后,农历新年来了。 去年写对联剩了一张半红纸。 我爹拿出毛笔和半瓶墨汁,准备写几个符字。 我爹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小时候是练过字帖的。 毛笔字写得比我好,我那属于重重爬。 小时候,除夕前两天,我爹开始写春联,我总是很高兴。 他不出去忙活,一天都在家,我妈做饭,蒸豆包。 蒸包子,一家人难得在一起消闲的日子。 后来买过几年春联。 我爹觉得,烫金字的春联不如红底黑字的传统好看。 又开始自己写。 我小心地裁了几个小方块。 红纸不多,得省着点用,谁也不知道明年啥光景。 我爹宁神写了个符,写完吹了吹。 突然问我,我要在这红纸上写个钉。 贴丧师脑门上,你说管用不? 我愣了一下。 我爹这脑回落,一般人跟不上。 闺女。 采两个细长条,咱们试试。 人家写的是符文。 您真要写个钉字。 我采了两个细长条。 我爹在正当中写了个钉。 大约觉得,一个太单调了。 又在上下的写了一个小点呢。 钉钉钉。 三个总比一个强。 这又不是打架。 讲究人多势众。 给你一个,你妈一个。 塞兜里。 辟邪用。 我接管折了两下,放兜里。 门外面不敢贴,屋里贴了两个符。 地窖里贴了一个, 看着有了过新年的喜气。 爹。 过年好,我裹着羊皮大傲,冲他乐。 我爹炖炉子鞭黑黑乐,你也好,都好。 爹。 咱家东西要吃完了,丧尸还没灭绝,咋办? 不怕。 等开春了,院子里撒几把种子,种点菠菜。 豆角西红柿土豆啥的, 种子到了地里,再下几场雨。 长得快着呢,一下天的菜够吃了。 秋天还能种点秋白菜啥的。 我爹在院子里弄了个菜园子。 每年夏天,长得郁郁葱葱,一拢一拢的韭菜。 一架一架的黄瓜西葫芦。 紫的茄子红的辣椒,院子里还有一颗杏树。 接的杏子又大又甜。 旁晚。 我妈煲了两盘猪肉大葱馅饺子, 倒了半碗醋。 炸了一碟花生米,熬了一条鱼, 希望年年有余。 心里有个盼望,总是好的。 八开春后,下过一场雨。 快正午的时候,阳光明晃晃的。 经过这段日子的观察, 越到中午,丧失行动越慢。 我爹跑土,我撒种子, 冷不方,墙头出现一个脑袋。 我爹捡起半两砖头扔过去。 我爹年少时, 给村里大队放过羊, 一群羊满山跑, 跟在后边追。 然后我爹是个半大小伙儿, 也泪够呛。 村里老羊关告诉他, 你把头羊看住了。 羊群就不跑了, 头羊咋看? 用石头吓唬啊? 往头羊跟前一尺远扔石头, 扔得远了, 不管用。 扔得近了, 砸着羊, 那是公家财产。 别的不说, 我爹手上的准头, 除了老羊关, 谁也比不上。 这可能为他后来学木匠, 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小伙儿, 墙那边传来一个声音。 我爹手往高抬了抬, 没砸着人。 哎呀, 小伙儿, 差点给我开了瓢, 隔壁来顺书爬在墙头上。 我爹一看, 挺高兴, 小伙儿, 还活着呢。 两个奔六十的老头, 管对方喊小伙儿。 这几年, 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 也就他们这一半。 年纪大了, 出不去, 互相调侃着乐呵着, 光阴轮转。 守着祖祖辈辈的黄土地, 春种秋收。 小伙儿, 种啥? 给我来点。 你看看, 你屁股后头有丧失没? 别让咬了, 我给你包点。 我爹一样捏了一小撮。 包在纸里, 找了个塑料袋一裹, 顺便裹了块小石头。 休的一下, 扔来顺书院子里, 来顺书跳下墙头。 小伙儿叨叨叨, 小伙儿你这都混一块了, 啥跟啥? 种出来啥吃啥, 事儿还挺多。 他俩这一耽搁。 菜市种不成了, 大门口窜进来几只丧尸。 我爹小伙儿喊, 小伙儿, 跑啊。 一溜烟跑屋里来了, 我现在也跑得快了。 逃命的时候, 跑不快, 那是脑子有坑。 搬了张桌子顶住门, 我爹挺高兴。 我被追的鞋都掉了, 有啥可高兴的, 丧失在外面。 把门撞得震天响, 得亏这门, 是我爹自己做的。 后时, 早起吃完饭, 趁着炉子里的炭, 还有余温。 我买了两个红薯, 这会儿, 估摸着烤熟了。 拿根棍子, 把红薯扒拉出来, 火候正好。 焦香焦香的, 咋说也是门手艺。 我一手红薯, 一手扳手, 看着门口。 我妈坐旁边绣鞋垫, 就是在鞋垫上绣荷花呀, 鸳鸯啊啥的。 我看着哐当乱响的门, 这种时候, 您绣鸳鸯? 万一丧失进来, 您打算一针戳死它。 我妈绣完一个鸳鸯尾巴, 换了条红丝线。 我平日里那么忙, 哪有时间做的。 这下面, 我给你绣个喜字, 结婚前穿。 我们这儿的风俗, 姑娘定了亲, 就开始绣鞋垫。 结婚的时候, 新郎新娘一人一双。 原来还要绣一对整套, 现在都买了。 你的? 我给你绣了, 将来你对象的。 你自己绣, 趁着这功夫。 我教你, 现在男人还不知道有没有。 我还要掌握一门绣鞋垫的记忆, 有那功夫。 还不如缝条裤子实在。 我没啥衣服穿了。 丧尸闹了一阵, 慢慢消停下来。 我妈打开衣柜, 翻出几块床单背面。 家里没有做衣裳的布, 我只指那块绿底大红花的背面。 妈, 这个给我缝身衣服呗。 我妈迟疑了一下。 这个, 不花哨吗? 我爹瞅了一眼, 挺好。 小姑娘穿喜庆。 不小了, 你闺女年方二十八了。 一天, 撒电话催我相亲的不是您老人家? 我妈比划一番, 给我做了个挂子, 做了条裤子。 挂子圆领七分袖, 还戴盘扣。 剩下一条布。 我妈就手给小黑风娃的砍肩, 您好歹换快步。 我俩往地上一蹲, 跟姐俩似的。 酒丧尸爆发最初的京剧过去后, 我爹又想起我相亲的事。 甚至最近见着丧尸都开始平头论足。 这个个高腿长。 做人的时候一定是个帅小伙, 还关心人家做人时候的事。 我撕了一袋薯片递过去, 吃不? 我爹磨豆子。 头也不抬, 干不刺拉的, 不吃。 一会儿中午吃豆腐, 我把薯片塞回去。 这种时候, 来碗老豆腐, 撒点咸菜丝。 滴三两滴香油, 挑一筷子辣椒油, 剩下的豆渣。 放半碗白面, 擦点胡萝卜丝, 加葱花, 盐。 团成小团子, 拍扁, 割锅里小伙慢煎, 酥软好吃。 我爹磨豆子, 我妈落豆渣小饼, 我喝了一碗老豆腐。 吃了两小饼, 最近村里汽车声音少了许多。 去A是不路过我们村子, 少了也正常。 村子里的丧尸, 我都快认全了, 斜岩子, 歪嘴子。 还有大高个子小矮子, 我多少有点被遗忘的失落。 我爹却很平和, 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 我跟你妈这大半辈子都这么过来的。 你想, 那没用的干啥? 是山会跑, 还是地会跑? 我也平和下来。 一抬头, 院子里的丧尸, 再啃我爹拖拉机咕噜。 爹。 看外面, 我爹一看, 急了, 嘿。 我那根轮胎, 前年才换的。 我爹大场面稳得住。 没想到, 摘拖拉机上了。 但我觉得吧, 僵尸不一定咬得动, 毕竟橡胶制品。 丧尸可能也就闲着没事, 磨磨牙。 使日今年春。 多雨水, 墙根下出了一溜小蘑菇。 菜地里的菠菜刚一纸长, 一片嫩绿, 我爹舍不得吧。 说再尝尝, 描上了墙根底下的小蘑菇。 蘑菇有的能吃, 有的不能吃。 这要是回头没被丧尸咬, 却被一口蘑菇送走了。 多亏的慌, 我爹拔了几个, 放拖拉机咕噜上。 叮叮咚咚地跑回了屋里, 丧尸在门口挠了会儿。 有一个奔着拖拉机咕噜去了, 一口吞了那一撮蘑菇。 看了会儿, 我问, 爹, 有啥动静波? 我爹说, 他原本也走不利索。 看不出来, 吃完下午饭, 我往窗户外一瞧。 地上平平整整躺着一个, 这就是传说中的红伞伞。 白杆杆, 吃完一起躺斑斑。 我爹说, 我要种蘑菇。 不, 我不想, 大家一起躺斑斑。 我爹的意思, 种蘑菇。 魏丧尸, 等把村里的丧尸都放倒了, 他接着种地。 问题是, 蘑菇种哪? 我爹把炕上的油布毡子一掀。 种炕上, 墙根底下都能长, 炕上咋就不能长。 村里都是土炕, 连着灶, 冬天灶里烧火做饭。 炕也烧得热乎乎的, 炕上铺了毡子油布。 外面刮着大风, 搂只大花猫做炕上追剧。 屁股底下热乎乎的, 手里软乎乎的。 简直了, 我爹连土带蘑菇整屋里来。 每天像模像样的保湿测温。 我都惊呆了, 这都会。 我妈说, 之前乡里铸农扶贫。 来了个技术员, 教大家种蘑菇。 我爹没事, 去听了两节课, 然后照猫画虎。 种了一炕毒蘑菇。 我爹不爱当官爱面子。 他老人家, 要真能把一村子丧尸干倒了。 以后说不定比我们村支书面子都大。 每天中午薅一把蘑菇, 放拖拉机, 咕噜上喂丧尸。 比原先, 我妈养猪喂的都轻快。 每天有来吃的丧尸。 吃完蹦蹦跳跳走了, 也不知道躺谁家大门口了。 我爹喂完丧尸, 捡进来两颗蛋, 比鸡蛋小一圈。 山鸡都进村了, 我爹则舌。 村里这大半年静悄悄的, 山鸡来搭窝也不稀奇。 还他妈, 晚上给闺女加个蛋。 别。 你给我妈吃吧, 我都老大不小了。 还给我加个蛋, 我妈接过来。 举起蛋对着阳光照了照, 这里头有小黑点的。 能孵出小鸡来, 他俩要给我整个现实版荒野求生。 我妈在重蘑菇的炕边上, 破了件就衣服做了个窝。 把两颗蛋放进去, 是不是不暖和? 不知道。 没敷过。 我爹说, 点个灯泡。 灯泡没有。 我有个太阳能小手电, 反正就两个蛋, 照得住。 就是这小手电的电池不经用了。 也就一个来小时的事。 我转头看, 小黑狗在窝里趴着。 把两颗蛋塞小黑狗肚子底下, 这一下算恒温了。 小黑狗一脸惊恐地起来, 乖狗狗, 孵个蛋。 别吃哈。 小黑狗颤颤巍巍地握回去, 我刚还看见一只山梨子。 闺女, 你要宠物部, 爹回来, 给你抓一只。 我爹说的山梨子, 花色跟梨猫相近。 但脸型完全不一样。 三脚脸, 美满月的山梨子。 奶胸奶胸的, 除了生肉, 啥也不吃。 成年的山梨子, 可凶悍了。 打起来我干不过它。 现在家里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 养不起。 十一, 十来天的功夫, 园子里的菠菜, 长势喜人。 一片绿油油, 这么长时间, 终于能吃到新鲜蔬菜了。 十一点的时候, 太阳很足。 我爹说, 走, 拔菜去。 刚拔了一小把, 一只兔子从眼前窜过去, 往墙根底下去了。 爹。 兔子。 我爹回屋找麻袋, 我转身笨兔子去了。 追了两圈, 把兔子撵到墙角。 别说。 闹丧失这大半年, 没人逮兔子了, 眼前这只。 十分肥瘦。 我满脑子都是麻辣兔子, 红烧兔子。 等感觉肩膀上多了一只手, 下一秒。 浑身汗毛起来了, 从小到大, 我爹都没拍过我肩膀。 这种哥俩好的动作, 不适合我们妇女, 不是我爹。 那就只有丧失了, 心理暗道不好。 人已经往前扑去, 奈何撵兔子撵到东墙角。 我家院子大, 离屋子还有断聚里。 我往前扑。 丧失也往前扑, 麻袋, 一把丢扑倒了。 丧失张着血盆大口, 冲我脖子就过来了。 生死关头, 手边啥也没有。 我摸到一只腮兜里的红纸条, 往丧失脑门上一摁, 大喊一声, 定! 血盆大口不动了! 我靠! 我爹写的这玩意儿, 竟然管用。 这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 这不科学。 我手上使劲, 打算给压仙翻了, 没先动。 然后就听到丧失的下巴磕嘎巴嘎巴响, 他不是被我爹的红纸条定住了, 他是下巴磕脱旧了, 真要命。 还不如颠覆我的世界观呢。 他下巴磕好了, 我下巴磕可能要碎, 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麻袋照丧失脑袋上, 我爹抱着他滚到一旁。 我爹毫无章法给丧失揍了一顿, 边揍边喊我跑。 不怪小黑没动静, 小黑最近忙着孵蛋。 压根不出屋, 我跑回屋座地上喘气。 一低头, 胳膊上一道口子。 上一秒还感叹自己大女主的命。 下一秒就被丧失挠了, 我跟我爹两脸惊恐。 我我我, 你你你, 还他妈, 快拿酒精来。 往事又要重现,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我爹当医生不行, 处理伤口很是在行, 干木匠。 偶尔聚到手指头啥的, 这事我爹干过好几回。 回回李二叔给包一包, 说下回可慢着点。 但下回还接着聚。 我爹倒了一用酒精, 给我冲洗了两遍, 生疼生疼的。 要不是怕把丧失喊来, 我多少得好凉嗓子。 吞了一片抗生素, 犹豫半天, 要不把我绑起来。 万一, 万一我变异了, 我爹很干脆, 成, 我妈。 说不准什么东西滑着了, 这跟开盲盒似的。 谁知道能开出个啥玩意, 还是绑起来踏实。 我爹看看日头, 咱们山里头有种疼。 老一辈人管那东西叫鬼疼, 说是能解尸毒。 我在老岸沟放羊的时候, 见过, 我爹打算进山跑几根, 这种时候进山。 谁知道, 一路上能碰见啥, 传说是传说, 那疼有没有用, 谁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可以再观察一下, 要是明天早上, 我没变化, 那就没事, 要是不对劲。 您在袍奈藤去, 到时候, 接着死马当活马医。 我爹蹲地上, 制作了进山计划。 带着小黑狗跟黄铜铃铛, 碰见一个两个。 他打得过, 要是碰见尸群。 找柯树把黄铜铃铛一挂, 风吹铃铛响。 他带着小黑反方向开溜, 我看着手上的麻绳, 嗯, 还得是我爹, 也不知道那兔子还在不在。 心咋这大, 还惦记吃兔子呢? 那可不, 就因为碾兔子遭的罪, 有始有终。 吃了它才算圆满, 趁我还能吃, 明天过后, 说不定我就吃不成了。 闹心, 也不知道我编译了。 老岸沟里的鬼疼, 能不能给我救回来。 我妈起锅烧火擀面, 说吃了面睡一觉。 你爹肯定有法子, 您这是盲目崇拜。 我爹准备跳过动物实验, 直接拿我实验。 我双手捆一块, 看我妈擀面。 我们这儿吃面多。 馒头包子花卷, 米饭是最近这些年才吃得多了。 切了细细的肉丝, 葱花呛锅, 一瓢水下去。 香味跟着白雾窜起来, 熬汤的功夫, 开始擀面。 和硬面, 擀出来的面, 才尽到好吃。 煮好后, 先盛面再舀汤, 肉丝葱花再上头。 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哥平时, 我能吃两碗。 这会儿心情不大好, 扒拉了两口。 想起可能是最后的晚餐, 又扒拉两口。 心事重重地躺下, 第二天起来, 脸白得跟丧尸一样。 眼下一片乌青, 这是变异的前兆。 其实我还有点低烧, 没敢跟我妈说。 伤口可能感染了, 又吞了两片抗生素。 我跟我爹说, 爹, 鬼疼我去找。 我爹一摆手。 你认不得路, 也认不得疼。 我小时候去过, 大概方向知道。 我工作后, 看着像个城里人。 洋气了。 可是, 我打学前班开始, 一放假。 一伙孩子找个山沟往里头扎, 大半天就过去了。 喝过山里甜滋滋的水, 吃过山里色拉拉的果子。 有一回, 还跑去了老安沟。 被村里拉石头的人赶回来了, 我感觉不大好。 总比我爹一个好人去墙, 他俩不干。 我急了。 都啥时候了, 再当得下去, 鬼疼也就不了我了。 爹, 赶紧画个鬼疼。 这玩意, 丑得明目张胆。 一眼就看见了。 我态度坚决, 拿着背包。 装了四个馒头一瓶水, 一根麻绳。 一把袖极斑斑地砍刀。 我妈把黄铜铃铛 用棉花包的严严实实。 边哭边塞给我。 你带上狗, 从大队后头沿沟走。 到了老安沟, 往里走。 这东西长山泼泼泼阴面。 平常进山一个来钟头, 这会儿躲丧尸, 你走得慢。 顶两个钟头, 找鬼疼也得两个来钟头。 后赏四五点钟能回来。 你要是耽搁了, 天黑了。 老安沟有个山神庙, 不大, 红墙红瓦, 挺好找。 借助一晚上, 我点了点头, 低头戴手表。 压下眼里的泪, 拿着扳手, 带着小黑出了门。 小黑一路一会儿, 沿着墙根急行。 一会儿停下闻一闻, 我跟在小黑后面。 有惊无险地, 到了村里大队, 绕过去就能进山。 小黑很焦躁, 不动了, 估摸这里头有丧尸。 村里路我熟, 换个方向绕一下。 绕过大队直接进山。 夺走一大截路, 进了老安沟, 我看了看表。 上午十点半, 时间还算富裕。 自从进了沟, 小黑完全放松了下来。 一会儿跑前面。 一会儿跑后面。 老安沟人迹罕至。 丧尸闻不到人味, 没往这里来。 这条沟急开阔。 中间是每年夏天, 雨水冲下来的沙子石头。 如今是春季, 雨水少, 只有一条细细的水流。 勾两边是崖头, 越往里走越高。 沙山长不了密林大树, 远远看去。 只一片一片的沙棚草, 我沿着水流往里走。 走的身上开始冒汗, 在一处山坡下, 看到了鬼藤。 两三根, 指头粗, 叶子灰猝猝的。 我用砍刀砍了藤。 拿麻绳捆好, 背在背上, 跟小黑分了个馒头往回走。 边走边嚼了一小节鬼藤, 顺利的我都有点意外。 走到沟口的时候, 一路蹦蹦跳跳的小黑夹紧了尾巴, 不肯往前。 我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悄悄看。 有五六个丧尸往这边来了。 五六个, 打不过。 只能再往沟里跑。 我俩往回跑, 沟里开阔。 哪有躲藏的地方, 我想起我爹说的山神庙。 进山的时候看见了。 沟里地势略高的地方, 有座小的庙。 我冲着山神庙的方向跑, 沙子细软, 还有石头。 我跑得磕磕绊绊, 等我跑到山神庙。 那几个丧尸摇摇晃晃往这头来。 后面洋洋洒洒, 还有几个。 我怀疑, 我把全村的丧尸都惊动了。 又过了会儿。 不用怀疑了, 我确实把全村的丧尸都招来了。 何德何能? 我跑不过丧尸, 小黑呢? 我拍拍小黑。 狗娃子, 顺着山坡跑, 往家跑。 我把小黑往山坡方向一推, 小黑看我一眼。 顺着山坡跑了, 回身把庙门顶好, 坐地上喘气。 不出半个钟头, 这座山神庙就被丧失围了。 我本来以为要加入你们, 结果现在, 额头一片冰凉。 又不烧了, 我还跑得小脸通红。 现在形态上加入不了了, 却也是实实在在在你们中间。 这座山神庙小而结实, 丧尸在外面推门。 我在里头使劲抵着, 能听见自己咚。 咚的心跳声, 额头的汗, 不住地往下躺。 流到眼睛里, 刺得眼睛生疼, 丧失挠门的声音。 啃咬的声音, 不住往耳朵里钻。 门缝越来越大, 塞进来一只青灰色的手。 我反手握着扳手, 把那手一下一下对出去。 有粘稠的液体, 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我的手有那么两下对到门框上。 掉了一大块皮, 脚屎静往前蹬, 身子死死靠在门板上。 我感觉腿在抖。 浑身的力气快用尽了, 还有撒馒头。 要便宜丧失了。 然后, 我好像听到了口琴的声音。 隐隐约约传过来, 宁神细听, 却是口琴的声音。 是我爹, 亲爹, 我爹这六十载光阴霉白下。 啥都会点儿。 丧失被口琴的声音吸引。 撞门的动静小了, 我靠着门坐在地上。 抬起袖子, 哆嗦着擦了把汗。 等门外没动静了。 慢慢开了门往外, 看牙膏进白胀。 我爹盘腿坐在牙头上, 吹我和我的祖国。 吹得慷慨激昂, 小黑在边上蹲着。 牙底下, 围了一堆丧尸。 这场景, 有点六大派, 围攻光明顶的感觉。 那啥? 武侠看多了。 我爹见我出来, 挥着一条胳膊, 示意我跑。 我看着牙底的一大波丧尸, 紧了紧身上的背包。 猫着腰, 沿着另一侧山崖往外跑。 边跑边听。 我爹好像有点跑掉, 跑到沟口。 喘着粗气, 远远跟我爹挥手。 爹, 撤。 手表不知道啥时候跑丢了。 太阳快挨着西边的山头了, 等天黑了。 丧尸攻击力和速度, 肯定比现在厉害。 我们得赶在太阳落山前跑回家。 小黑跑近了。 嘴里还叼了个什么玩意, 我爹在后头边跑边愣。 闺女, 扮到拾了的兔子。 她跑得有点亮亮呛呛。 毕竟年过半百的人了, 赶着进山救我。 一路上也没顾着歇歇。 我早晨, 进山到现在。 折腾大半天, 也没啥劲儿了, 双腿直发抖。 塞了口馒头, 喝了一大口水。 已经能看见村口的杏树。 这时候, 粉白的花已经泄了, 接了青色的小杏。 丧尸这东西, 不知道累。 将这两条腿, 蹦哒蹦哒, 还挺宽。 有几个追了上来, 沟里都是石头, 我爹摔了一跤。 额头磕在石头上, 我回头, 他额头疼了血。 坐在地上咧着嘴冲我笑, 往前跑, 莫回头。 小时候, 他们逗我,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跑啊。 往前跑, 莫回头, 我哥哥笑着往前跑。 我摸了把眼泪, 反身往回跑。 特喵的, 爱谁谁。 怕个球, 小黑跟我冲回去。 我一搬手, 轮飞了, 我爹跟前一丧尸。 刚把我爹拉起来, 后面的丧尸追了上来。 小黑哆嗦着, 滋着牙低吼。 呜, 我爹抹了一把脸上的血, 操起两块石头。 照着丧尸脑袋砸过去, 我爹少时放羊。 干过木匠下过煤矿, 小半辈子, 干得都是体力活。 他老人家手上准头好, 一砸就开瓢, 开了四五个。 我觉得, 我俩要交代在这儿了。 我是亲闺女。 她是亲爹, 至亲骨肉, 谁也放不下谁。 我捡石头的手都在抖, 整个人已经脱力了。 爹。 赶紧回, 我跑得快。 就你那点鸡娃子劲, 快啥。 都这时候了, 不带人身攻击的。 我希望丧尸能一口给我干翻了, 别淋碎着咬。 又不好看又疼, 生死关头, 晚风送来一阵铃铛声。 叮铃, 叮铃, 世界突然安静下来。 成群的丧尸慢慢停下来动作。 僵着脖子回头, 我脑子里一片混沌, 爹, 我爹。 咱家黄铜铃铛? 我点头, 是了, 跑出老岸沟后。 路边有棵歪脖子树, 我把铃铛缠在树叉上了, 这会儿起了风。 铃铛响在空旷的山谷里, 成群的丧尸跟着了魔似的。 往黄铜铃铛的方向去, 我摸了把眼泪。 一屁股坐地上, 腿肚子转筋了, 小黑爬在地上, 吐着舌头, 浑身毛刺着。 走! 我爹一手拉着我, 一手拽着狗, 腰带上别着兔子, 亮亮呛呛往家走。 推开厚重的大铁门, 我刺着牙根站着门口的我妈乐乐乐, 妈, 有饭没? 锅里热气腾腾的, 我妈蒸了一大锅包子, 就知道你回来的饿了, 长大离家后, 每回回去。 第一顿都得吃我妈包的大包子, 包子白胖。 黄灯灯的油从包子口渗出来, 咬一口, 身心都得到抚慰, 再喝一碗熬得软糯的小米粥。 胃也妥贴了, 遭遇丧失的惊惧, 算是被一顿包子安抚下来。 我躺了两天, 胳膊疼腿疼, 跌下了一天, 脑袋上包块花布, 把院子边边角角的地刨了。 全撒上种子。 十二, 天气晴朗的时候, 村里能看见丧尸,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丧尸能灭绝。 或许不久之后, 或许很久以后, 两只小山鸡毛色鲜亮。 鸡鸡咕咕咕地在地上转悠, 别是两只大公鸡。 怎么吃鸡蛋? 我爹说大公鸡正好过年吃肉。 二十六载公鸡, 院子里青绿色的西红柿。 三两个挤在一起, 过一阵就红了, 等秋天的时候, 再种些秋白菜, 大萝卜啥的。 我们一家坐在门口晒太阳, 满怀期待, 向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